事到如今 段一霸亦仿然大悟 齊祖浩的荒毛鼎 並非混魔石可以給的 而混魔石根本就沒有能力幫他從荒毛禁錮之中脫身 他是從一開始就奈何不了齊祖浩 而現在 肉身以為 面對這一股無形的吞世之力 他真正體會到了死亡的可怕 體會到了當時大佬伯李欽峰的無助 段一霸現在苦苦哀求 但是齊祖浩又怎會再給他機會 邪魔想要改過自身? 不可能的 你改得到 你就不是邪魔了 更加何況 你段一霸還是一個實力韜天的幽暗魔王 齊祖浩呢 狠狠吐了一口口水 嘻 段一霸 你不用枉費心機了 你的大佬和二佬 百里 欽峰 金毛道 都在下面等你 你們不如 趕快團聚吧 今集內容就播放到這裡 更多精彩激烈 叫人聽到停下來的劇情還在背後 喜歡易天神帝的老友 聽書的同時 記得點讚評論 轉發分享 還有 千萬記得月票支持 第五百九十張 朋友來的 齊祖浩現在毫無憐憫之心 話音一落 段一霸的靈魂已經被火精官吞射得一乾二乾 以便指定是段一霸臨死之前私心涅廢的哀嚎聲 這把聲音 營救在幽羅宮的後山 久久回讀 啊 終於結束了 重重呼了一口氣 齊作好一個抬手打出一團單火 他將段一霸的皮囊也徹底燒毀了 然後才截犯幽羅宮 講實話 他能夠用蒼生惡夢斬殺這個段一霸 其實都是僥倖 也都算是段一霸真正大意 若段一霸一開始就用神器混魔石狐體 那蒼生惡夢根本就奈何不了他 當然 即便蒼生惡夢是無法對付有神器的段一霸 齊作好也有機會殺了他 因為他無法在短時間之內 爭脫這個荒無頂的禁錮 那天毒也可以發揮作用 要知道 據天毒所說 他的滅世毒素 連靈魂都可以毒殺 而若段一霸是死於天毒之手 齊作好連動用火精官吞世靈魂的機會都不會有 唉 天毒仔 下次再出場 現在齊作好本來想去幽羅宮各座大戰 手掛一番 但是轉念一想 他就徹底打燒了這個念頭 唉 又是的 連最珍貴的半神器金光劍 和聖財之障也沒有了機會 剩下的那些 唉 不算了什麼 我可能給他們還有錢 對了 幽羅宮諸多財富 幾乎都是掌握在華廷和段一霸的手中 連華廷死了之後也沒有什麼東西留得低 段一霸的武員也被創生惡夢徹底複蝕 那就是說根本就剩下什麼 算了 唉 段一霸連空間戒指都沒有 所以說這個幽羅宮做邪魔做得這麼窮 都抵你們死了 搖了搖頭齊作號吹動真元 施展出了一道道的丹火 只見得呢 丹火是飛落於幽羅宮每一座宮殿之上 很快 是整個幽羅宮都變成了一片火海 火光 濃煙 恐怕就是雙格數百里 也可以一目了然 而遠頂山的山腰 羅浩這一頭眼神一形 唉 幽羅宮那邊好像著火啊 那就是說齊兄弟已經將幽羅宮徹底滅殺啊 哇 那就真的厲害了 現在 激動的心情是充斥著羅浩的內心 他知道 剛才自己的想法根本就算不上猜測了 如果不是齊作號滅了幽羅宮 那幽羅宮又怎會大火焚燒呢 而若果齊作號死了在幽羅宮 這幫邪魔更加是不會捨得捨棄幽羅宮的 因此 當自己見到火光的時候 這陣已經可以肯定齊作號已經贏了 而與此同時 遠頂山下無幾遠的山崗之上 羅家的四大金崗一念震驚 喂 剛才好像阿祖督廟而已 齊作號帶著小少爺仔上去幽羅宮 不是那麼久了吧 為什麼這麼快就著火 這麼快就消滅了幽羅宮啊 那怎麼可能啊 幽羅宮高手如雲更加有湖中大陣 區區一個齊作號 他是怎麼做到的呢 四大金崗的阿大現在是自言自語了 只不過呢 聽到阿大這樣說 其他三個人真的不知道怎麼回答他 只能夠不住嘆息了 阿偷 你想一下吧 你得罪了他 又怎麼收拖啊 而在遠頂山之間呢 齊作號頭也不回 就朝山下走過去 舉止行的目的已經完滿完成了 幽羅宮徹底封滅 大方再也沒有了段一霸這個威脅 而他和三個老婆仔 終於可以安心 前往毛澤之城了 一邊走 齊作號真的一邊感慨 段一霸想得到花家的蒼生惡夢 清霸無則榮 而自己 就是死在了蒼生惡夢的劇讀之下 也都算是死得其所了 齊兄弟 你果然滅了幽羅宮 這麼久都沒有下來 唉 我還以為你在這裡玩 遠頂山的山腰 羅浩這一頭 面大敬畏 就看著齊作號 齊作號看上去是受了傷的 但是齊作號滅了幽羅宮 也是事實 如今的他 對齊作號 不是 齊大俠 豈只是敬佩 簡直就多了畏懼 羅浩現在心中是很感慨的 唉 剛才這個四大金剛 這樣得罪齊作號 唉 留住你們在這裡 恐怕都會阻礙羅家發展 想必呢 因為之前他們的態度 齊作號對於羅家 已經沒有什麼好感了 那是不是說 我羅家都已經沒有辦法 攀上齊作號這棵大樹 齊作號見到羅浩招手 他自己也擺了擺手 唉 羅兄 沒有啊 剛才轉了一轉 你是不是都以為我會死在幽羅宮呢 齊作號的語氣 真的搞到羅浩很尷尬 甚至可以說 有點不好意思 說過實話 他之前都不敢肯定 齊作號是否真的可以有命 走出這個幽羅宮 現在他呢 現在他呢 是安然無恙走出來 還說這些笑話 你是在說笑啊 還是在怪罪著我們啊 齊兄弟 我不是那個意思 對於你能夠滅了幽羅宮 我一向都是堅信的 羅浩現在是連連解釋了 只希望齊作號呢 不要太過在意之前的延遲啊 羅家日後想要變強 啊 至少你不要得罪齊作號啊 聽到這裏呢 阿俗號就呵呵一笑了 哈哈哈哈 我說笑而已 好了 事情解決了 大家應該回去的了 你是你 羅家是羅家 這一點呢 我分得很清的 齊作號言下之意 就是說 他和羅浩是可以做朋友的 只不過 對於羅家來說 就認真很失望了 友情是建立在信任之上的 羅振天和四大金剛 擺明是不信我啦 那我和你羅家是注定做不成朋友的 以後呢 羅浩有事我一定幫手的 但是羅家了 嘿嘿 不好意思啊 無能為力 齊作號之前那句話呢 其實真是和羅浩說笑的 他心中都清楚 若果羅浩不信他 那羅浩就不會在這裏等他那麼久了 恐怕早就走鬼了 羅浩和羅家呢 是不是同一件事來的 見到這樣的情形呢 羅浩是欲言又恥 算了 齊作號都說得那麼明 他想為羅家爭取這個朋友 看上去已經不可能了 這些事情順其自然 齊作號反正也不會長期在這個琴倉周府 你想留他 留不住的 現在兩個人一起下山 沒過多久就已經來到四大金剛所在的山江 而齊作號這次呢 眼都沒有瞇他們一眼 直接是從他們身邊走過去 這個這樣的情況 真是搞到四大金剛認真失望 但是又不敢表露 屍豪的怒意 是的 這個齊作號 連幽羅宮都可以隻身消滅 那他們四個人 在他的面前 豈不是和劉毅都沒有區別 而羅浩這頭呢 經過四大金剛身邊的時候 忍不住就冷坑一聲 哼 羅浩和齊作號的關係搞成這樣 你們幾個要負大部分責任 若不是因為你們 我們羅家會失去一個這麼好的朋友 在羅浩心中 當時四大金剛直呼齊作號的名 直接頂撞這個齊少俠 已經是侮辱的了 而齊作號這次呢 不跟他們計較 真是完全給自己面子 今集內容就播放到這裏 更多精彩激烈 叫人聽到停下來的劇情 還在背後 喜歡精神低的老友 聽書的同時 記得點贊評論轉發分享 還有啊 千萬記得月票支持啊 第591章 不祥如錦 羅浩現在心中就很清楚 齊作號現在 已經可以一個人 滅了相當於 是高級園中的優羅宮 那即是說 齊作號就算去到毛澤之城 也都會受到 毛澤之城那些大勢力的尊敬 甚至是拉攏 嘿 你四大金剛 又算得什麼啊 憑什麼去質疑齊作號 憑什麼出言得罪他 都不想想自己會不會 見到少主現在這樣的表情 四大金剛是批著頭 唉 我們又怎知道會這樣啊 誰想得罪男主角啊 都是編劇寫的嘛 又是的啊 當時的情況這麼嚴峻 為了羅浩的安全 他們說出一些必須要說的話 作為一些KTV 又怎會知道齊作號 真是可以滅走優羅宮 看見羅浩現在呢 是追逐齊作號的步伐而去 四大金剛根本就沒有顏面跟上去 現在呢 真是又怕齊作號發怒 又怕羅浩不開心了 算了啊 都是跟兩個少爺仔分頭回去好了 以免呢 惹著他們心患 到時候真是回去看大門啊 而這頭呢 琴倉虎 當他得知齊作號 真是消滅了優羅宮的時候 羅振天真是震驚無比了 那當初齊作號到來 他都相信齊作號去優羅宮 應該就是送死的 之所以說呢 他還派著羅浩和四大金剛 和齊作號一起去 他都是有些打算 那也好啊 齊作號呢 以死亡作為代價 是給了優羅宮重創 為羅家剷除優羅宮呢 是打了個底啊 羅振天這個想法 就是一石二鳥了 羅家和齊作號聯手 受益的最終就是羅家 而齊作號這次 就會是羅家的犧牲品 啊 真是沒想到啊 這個齊少俠 認真做得到 是剷除這個優羅宮啊 你敢捨法 出乎我的意料啊 作者 羅振天現在呢 相當之後悔的 早知結局會這樣 那就肯定要派替羅家高手 不是 是我親自都要動手 是帶著一起去 全力為齊作號鼓掌 那你現在都看得見了 齊作號一個人 比整個優羅宮都要厲害的 那我們加上他 我們就更加強了 而且還收獲了一個 逆堅朋友啊 只不過呢 這些都是馬後炮 當齊作號等人 回到琴莊城之後 羅振天就很假猩猩 趁著出門迎接 他甚至想呢 是為齊作號 舉辦一個隆重的慶功宴 只不過今次 齊作號就很冷漠 直接拒絕了 齊作號深知肚明 與其說 是羅家和他聯手 對付優羅宮 反不如說 你們根本就是利用我 當然 利用就利用而已 誰出來走走 不讓人利用的 可惜了 現在事情結束了 我又不會真的給你餘願 是的 齊作號的目的 只得一個 就是滅了優羅宮 斬殺團一霸 那羅家四四五入 都算是給我幫助的 至少是拿出了風天人 解了這個縮真衣的人身 那你現在利用我 又利用完了 我利用你們 也都利用完了 大家就互不相欠了 他亦都不想 繼續在這裏扮演 這些虛偽的演戲 似乎回到琴莊府 亦都只是為了 接回三個老婆仔 哎呀 齊先生 怎麼這麼急著走 羅振天現在的神情 真是很複雜 齊作號回到琴莊府 見到南宮玉蝶三人之後 就想帶著他們 直接走人 羅振天心中就明白 齊作號現在的態度 簡直就不想 跟羅家棋在一起 就是了 聽到這裏 齊作號也很客氣 強行逼出一絲笑容 只聽得他說 老伯父 幽羅宮已經滅了 就連隱藏在幕後的 控制幽羅宮的黑手段一巴 我都已經斬殺了 琴倉和大方 現在應該是安全的 我這邊還有些很重要的事 就此告辭了 話音落下 齊作號帶著南宮玉蝶三人 直接掉頭再走 根本就不理會羅振天的表情 而看見齊作號四人 頭也不回直接離開 羅振天真是後悔莫及 只聽得他彈食一聲就說 哎呀 我羅家留不住齊作號 認真是可惜 好了 齊作號這樣的天才 恐怕就算是毛澤之城 也不是他的終極舞台 強流不得的 請弟 天色這麼晚 不如劉叔一晚再走 琴倉州府外 羅浩是連連追出來 羅家和齊作號不是朋友 但是他的羅浩不一樣 這一點是沒辦法改變的 他也很希望能夠招呼齊作號一家 能夠在琴倉府留宿一夜 給他的機會招待一下酒席 要知道齊作號四人來到琴倉府之後 齊作號只是喝過一杯零茶 其他東西是粒米尾尽的 羅浩也是打算 想等幽羅公的事結束之後 好好地為齊作號四人接風洗塵 哎呀 怎麼會知道 打完一架會打得這麼快 而且打完之後 馬上就要走 搞到我現在 哎呀 好鬼沒面 羅兄 好意我就心領了 我們真的很趕時間 想說快點去到毛澤之城 日後肯定有機會再見 保重了 齊作號這次直接拒絕 朋友還朋友 有些事大家心知肚明就好了 他根本不想在羅家再站一分鐘 再加上真的想急於去毛澤之城 不好意思羅浩 你這番好意心領了 好了齊兄弟 既然你決定了 我就不阻攔你了 一直保重 有些什麼事 隨時叫我 羅浩嘆息一聲 他也知道齊作號的性格 這傢伙 一旦決定的事情是絕不改變的 齊作號這一頭 對著羅浩抱一拳 立即就召喚出了封影 隨後 牽著毒青羅的手 是來到封影的背上 而沈夕和玉碟呢 亦都是騎上了毒角獸 兩頭妖獸飛來地面 騰上了高空 這次呢 毒青羅是緊緊抱著老公仔 他把頭是靠在齊作號的背上 他和玉碟啊 沈夕啊 早就已經明白 齊作號是不可能在羅家逗留的 他們都為齊作號感到屈滿家 他為大方 為琴莊周虎 甚至為毛澤壁做出這麼多貢獻 但是換來的呢 一直都是 猜忌 懷疑 還有利用 簡直就是令人生氣 青羅 怎樣 一副這麼傷的樣子 感受到毒青羅的手 越攬越緊 齊作號這頭 立即就問出聲來 這些日子 毒青羅三人 是輪流和他奇成風影 但是之前 毒青羅是沒有過這種情況 聽到這裏 毒青羅就從複雜的思緒之中 是爭奪出來 他強行逼出一絲笑容 回答就說 沒有什麼 我只是在想著 不知道什麼時候 我們才可以到達毛澤之城 這次 毒青羅就口是心非了 他心中想的 完全就不是這件事 是因為 自從離開大方之後 他不知道為什麼 日火森時不時就會莫名緊張 莫名謊亂 似乎今次 前往毛澤之城 會發生一些 不可預料的大事 一直以來 毒青羅是揭力壓制心中的不安 根本就沒有把這件事 告訴齊作號 和南宮玉碟姿 這種黃恐不安 和那些沒有辦法壓制的情緒 他小時候也有過 真是希望 這種擔心是多餘的 毛澤之城距離大方 五十多萬里 途經琴倉和子毛兩大周虎 我們現在從琴倉這邊出發 路程還遠 估計還需要兩個月左右 齊作號知道 毒青羅的內心 一向都很沉重 畢竟毒青羅似返回到毛澤之城 是為了被天陰山的所有人報仇雪恨 而毒青羅的仇人 就是毛澤之城幾大高級園中 青羅 你不用胡思亂想了 有我在這裡 你一定可以報仇 你相信我 齊作號現在是安慰出聲 現在的他 連超然警戒 手持神器的段一霸 也都敗在他的手中 他已經有信心去對付未來的敵人 幫毒青羅報仇雪恨 今集內容就播放到這裡 更多精彩激烈 叫人聽到停下來的劇情 還在背後 喜歡精神低的朋友 聽書的同時 記得點讚評論 轉發分享 還有千萬記得月票支持下 如果不是的話 我就敲響神鐘 控制你 俘虜你 者陷政 者陷政 偏你遇上 第592章 重返舊地 要知道 大方鬼忽的歷練 齊作號是吸收了海量的荒謬之氣 現在的他 可以視無幾大 施展荒謬禁錮和荒謬鎮殺 再加上 有著神鐘和靈色記滅魂陰影 即是說 毛澤之城這些高級員鐘 在我的面前 也都不是那麼可怕 還有 封影現在 已經是三級妖獸 再加上 南光若蝶和沈席 我們一家人 又怎會害怕 這些毛澤之城的大勢力呢 俗賀 我當然是相信你 我都沒有胡思亂想 毒青羅這一邊 是不想齊作號 因為他的事而憂心 他也百分之百 是相信自己老公 如果沒有齊作號 他現在根本就沒有勇氣 回到毛澤之城 是報仇雪恨 離開禽莊城之後 齊作號和毒青羅三人 就開始吸收龜形丹 繼續修煉 在路途之中 根本就不作停留 也都沒有遇到任何的麻煩 時間都過得很快 兩個月之後 終於是抵達了主城 毛澤之城了 而到了這個時刻 毒青羅三人 早就已經來到真元七層 而齊作號 也都順利是進級到真元六層 可惜的是 齊作號在這個過程之中 嘗試領悟的真元化形 始終是失敗了 唉 這個算是少許遺憾 否則的話 下一場打鬥更加激烈 這個都正常的 每一個舞者 在真元境界領悟真元化形的時候 都會經歷失敗 就算到了超然境界 也都不是一定成功的 這個也是為什麼說 懂得真元化形的真元高手 不是那麼多的原因 邱羅宮一戰 華廷施政的真元化形攻擊威力 令到齊作號煽無不止 真正的真元化形攻擊 比之地階上品的攻殺武器 也都要厲害很多 可惜的是 沒有個師傅點撥 靠著自己來領悟 又認真難些 齊作號就真是後悔 就是應該去到真元後期之後 再來領悟這一招 這樣說成功率就會大很多 好像浪費了這個機會 現在來說 在真元境界的時期 他已經沒有辦法 去做到這個真元化形 因為每一個階段 這樣領悟的機會 都只得一次 當然 領悟就是失敗了 影響不到他的心情 以齊作號現在的實力 已經可以輕鬆對付 一般的超然高手 即使是領悟了真元化形 對實力的提升 也都不可以說沒有 提升比較有限 好了 青鑼 玉蝶 直義 我們現在就下去 立刻就來到毛澤之城 看怕我們都不要太招搖了 現在成熟男人齊作號 話音落下 風影和毒國獸 直接就從空中降落地面 那毛澤之城 就是毛澤域的主城 在這個城中 高手混雜 大勢力臨臨 初來拿刀 就不應該那麼張揚 齊作號和審席 一個抬手 就將風影和毒國獸 是收入了壽界 緊接著 四人一家 是邁著腳步 朝著毛澤之城西門口 就直接走過去 來到毛澤之城 他們要做的 第一件事就是打探 了解一下毛澤之城之中的勢力情況 雖然說 毒青羅就是毛澤之城的天音山出身 但是離開了二十幾年 很多事情變了 燕魚金的毛澤之城 究竟有多少大勢力 毒青羅都說不清楚 這裡要解釋一下 毛澤之城毛比凡華 總面積相當於二十個大方城那麼大 而且這裡的消費很高 但是入城費用 就要高達三百幾門金幣 嘩 突然去搶 在大方的時候 齊祖浩覺得自己已經是一個土豪 但是來到毛澤之城 他身上的財富 頂多算是一個有錢人 幾億的金幣 在毛澤之城的土豪面前 認真又不算得什麼 那邊有個酒莊 我們過去吃點東西 齊了好現在都覺得肚餓了 指著一家豪華酒莊 一看 叫做七泰酒莊 總共有著十二層 而且毛澤之城的建築 真的不是大方、琴倉這些州府可以給的 一座被一座施華 一座被一座氣派 穿過了白象闊的街道 齊了好四人 就來到七泰酒莊之內 只見得 一個生得極其英俊 極其好似村長的服務員 在笑容滿面迎上來 很明顯 這個七泰酒莊 服務態度 認真是一流 尊敬的客人 請問你們是住宿 還是用餐 青年服務員工身詢問 毛澤之城的酒莊 既是飯店 也是客棧 提供食和住 這一點跟各大州府就不一樣 我們先吃點東西 住的話 吃完再說 齊了好回答一句 他真的不是那麼想住在這裏 一看就知道 消費肯定很高 我們看怕都要在毛澤之城長住 真的有必要去買 或者租回一套莊園才行 好的 尊敬的客人 各位請跟我來 一邊說 青年服務員將齊作號一家 就領到了七泰酒廊六樓的大廳之內 一到五樓現在是沒有了位置 也都看得出七泰酒廊的生意 多麼火爆 而且現在只是清晨 大家都是享一中兩見 真的到了傍晚用餐高峰期 方圓百里也都只有七泰這座酒廊 到了那個時刻 這裏 你排隊也要排好久 可不可以開一間包廂給我們 見到服務員直接帶著他們 走向大廳之中的一張餐桌 齊作號立即叫著他 我們穿起來好像不是什麼非負責貴 但是你問都不問帶我們進廳 好像就不是那麼尊敬 齊作號也有點苦惱 之前還讚你們服務態度好 真的想不到 這個服務員也都是細利眼 單看外表就覺得我們租不起包廂 真的對不起 幾位客人 我們七泰酒廊的包廂 只對擁有貴賓卡的客人開放 請問幾位客人 是不是也都有本酒廊的貴賓卡呢 貴賓卡? 什麼來的? 齊作號很不解就連吻出聲 什麼叫貴賓卡? VIP? 這些東西你們幾時學會 我以為地球才有的 聽到這裡 青年服務員微微就看了齊作號四人一眼 幾位客人應該是初來無窄之成 本酒廊的貴賓卡享有折扣服務 當然了 貴賓也都有等級之分 等級越高 享有的折扣和待遇就會越高 辦理最低級的白銀貴賓卡 是需要一百萬金幣 青年服務員現在 年年就解釋了 齊作號就聽明白了 毛澤之成的酒莊客棧 他們說的貴賓卡制度 和地球之上那些是一模一樣的 唯一不同的是 即便是毛澤之成的酒莊客棧制度之中 唯有貴賓才有包商用餐的服務 普通客 不好意思 沒有這個資格 這樣說 算了 那我們就在大廳之中吃吧 齊作號很無奈 就苦笑一聲 說真的 又不是真的沒有錢扮貴賓卡 只不過 是覺得沒有這個必要 我們又不是經常來吃 一下就一百萬 你真的以為我的錢是風吹來的 是呀 我搶來的 今集內容就播講到這裡 更多精彩激烈 叫人聽到停下來的劇情 還在背後 喜歡精神低的老友 聽書的同時 記得點讚評論轉發分享 還有 千萬記得月票支持 第593章 毛澤第一商會 齊作號現在都覺得 好像又沒有權利去命令你們幫我開個包商 唉 算了 入鄉隨俗 初來這個毛澤之成 現在又沒有什麼名氣 有什麼資格叫七太就裝開綠燈 好的 幾位客人 這裡坐吧 請問你們需要些什麼呢 青年服務員 立即就把菜單遞了給齊作號 看上去 齊作號四人的穿著 相對於毛澤之前那些有錢人來說 認真不算什麼的 甚至可以說 有點老套 好 只不過 服務員是很有質素的 他們見到這樣的著裝 絕對不會笑的 除非是忍不住 接過了菜單 齊作號很快 就點了十幾道 看上去很美味 而且價錢 就不是那麼貴的菜 哎呀 真是 毛澤之成的消費 認真不是一般的高 這十幾道菜 已經是七太就裝之中的 中等價格 但是計算 也需要六千枚金幣 好的 幾位客人請手等 青年服務員 恭恭敬敬敬 朝著四個人 焗一弓 帶著菜單 就離開了 齊作號四人 相視一眼 是的 雖然說是有錢 但是敢吃法 又認真有些肉赤 講回又講 貴還貴 人家的服務認真不錯 時間就沒有過多久 十幾道美味的菜 已經上台了 不得不說 貴是有貴的道理 認真是好吃的 無論是廚師的水平 還是菜品的材料 根本就不是大方 這些州府的餐廳可以給的 大廳之中 現在是很安靜的 不知為什麼 那些客人 一個個很規矩在這裡吃飯 很和諧 當然 齊作號四人 也比較享受感的氣氛 因此 這頓飯是吃了兩個時辰 是啊 齊作號來到洪武大陸 還是第一次吃飯 有這麼長時間 酒足飯飽了 齊作號正想 帶著三個老婆 是落樓埋單 只不過 就在她剛剛起床的時候 一道熟悉的身影 在一個女服務員的大領之下 就來到大廳之中 見到她 齊作號是整個眼神一燦 喂 畜河 那個 不是夜蓮來的嗎 她為什麼 都來了毛澤之城 咦 她身邊的女生是誰來的 真圓百層的境界 好像 望月局裡面 又沒有這樣的高手 南光玉蝶三人 也都見到了夜蓮 玉蝶這一頭 就十分之驚訝 跟夜蓮在一起 還有一個女生 這個女子 一看上去 就只得十八九歲的年紀 卻已經是真圓百層的境界 夜蓮妹妹 你又怎麼會懂得如此高手 是啊 我們過去打聲招呼 齊作號也都覺得驚訝 剛剛來到毛澤之城 居然可以遇到夜蓮 正好 也都可以向夜蓮和那個女子 打探一下毛澤之城的情況 夜蓮這一頭 是沒有見到齊作號四人的 她跟那個女子 剛剛坐下 齊作號四人 就已經來到身後了 夜蓮妹妹 真的沒想到 你都來到了毛澤之城 看來我們又認真有緣分 齊作號一聲輕笑 就開聲打招呼 夜蓮和她是自來熟 而兄妹相稱 而齊作號對於夜蓮這個 阿妹妹也都很有好感 本來還以為 大方桂花結束之後 就沒有見面機會 哈 這個世界這麼小 隔了幾個月 又可以碰面 看來你的氣氛有點特別 聽到這個熟悉的聲音 夜蓮也都很驚訝 轉過頭 在她的視線之中 果然就見到齊作號 和南宮玉蝶三人 她現在何不思議就站在身上 笑嘻嘻就說 齊大哥 真是你啊 夜蓮見到齊作號四人 一臉震驚 這個世界認真是小 為什麼去到哪裡 都會遇著你 哈哈 那自然是我了 怎樣 想不想面 邀請我們坐下 齊作號現在 現在面對美女 就有點厚顏無恥 她的面上堆滿了笑容 又是的 他香如故之 這種感覺 認真奇妙 夜蓮聽到這裡 就有點尷尬了 小舌頭一套 連忙就說 齊大哥 我都是一時激動到忘記了 我知道你不會介意這些 快點請坐 請坐 齊作號四人 認聲就坐下 夜蓮這頭一拍腦袋 笑笑就說 唉呀 差點就忘記了 齊大哥 我和你們介紹一下 這位是我的好朋友 童新玉 他是毛澤商會人 毛澤商會啊 齊作號文星 是神情一變 毛澤商會是什麼 就是毛澤會的第一商會 傳說之中 是相當有錢的 七大洲府之中 大方商會啊 琴瘡商會啊 等等 都屬於毛澤商會的分會 齊作號真的沒有想到 夜蓮居然 和毛澤商會的人 是有點聯繫 而同新玉這個人看上去 不僅是掌上甜美 氣質、形質不一般 啊 肯定有些來頭 絕對不可能是商會的 嗯 沒錯 新玉就是毛澤商會的人 我望月局執掌天窄商會 都算是毛澤商會的下屬 夜蓮幾句話 就解除了齊作號心中的疑惑 哦 望月局是執掌天窄商會 而天窄商會就是毛澤商會的分會 那你們相識也很正常 童姑娘 幸會了 我叫齊作號來自大方州府 這三位是我的妻子 南光玉蝶、沈夕和鐵青鑼 齊作號也不敢怠慢 連忙對著同新玉是普拳打招呼 而南光玉蝶三人也很客氣 如此照辦 剛剛來到毛澤匯 就可以結識到毛澤商會的人 也算是一個好的開端 原來你就是齊作號 果然文明不如一見 童新玉這頭神情就很平淡 不難看出 他肯定是一個表面甜美開朗 性格就比較淡漠的人 童新玉現在接著就說 你們都是夜蓮的朋友 也就是我的朋友 可以叫我新玉 聽到這裡夜蓮就插話了 齊大哥 你們不要那麼客氣了 新玉就是這樣的 他看起來好像很難相處 其實不是的 和我接觸久了 她溫柔可愛的一面 就會展現在你們面前 夜蓮 童新玉這一頭 瞪了夜蓮一眼 這個姊妹 居然敢開我玩笑 你叫我面子往哪裡擺 齊作號乾笑一聲 初次和童新玉見面 她都是少說話好了 夜蓮這麼說 但是她們幾個對於童新玉的具體性格並不瞭解 我從口出下 誰知會不會因為什麼事會得罪了童新玉 新玉姑娘 我們應該是第一次見吧 話風一轉齊作號表情疑惑 就看著童新玉 她的意思都是 我齊作號這麼出名 有沒有聽說過?有沒有聽說過? 而童新玉這一頭 表情依舊 微微點頭就說 嗯 是第一次 不過大方齊作號的名字 我當然聽說過了 齊作號的明星 早就已經傳遍了七大周虎 周年毛澤之城的一些勢力 已經早早就聽說過齊作號的名頭 其實童新玉知道齊作號 也不是什麼出奇的事 還有呢 自從夜蓮來到毛澤之城之後 經常向童新玉提起齊作號 童新玉組就很好奇 這個傳說中的 不知道哪裡飆出來的 大方天才齊作號 到底是何等神聖啊 現在呢 見到齊作號之後 不知為什麼 她竟然覺得 齊作號可能是明哥其實 根本就沒有傳說中那麼厲害吧 今集內容就播講到這裡 更多精彩激烈 叫人聽到停下來的劇情 還在背後 喜歡《驚神帝》的老友 聽書的同時 記得點讚評論轉發分享 還有啊 千萬記得月票支持啊 第594章 平平無奇 你說什麼 現在都難怪的了 在童新玉心目中 齊作號怎麼說都好 應該是一個 上貌盡浪的青年 好像什麼 黃一博啊 三字哥哥 四字哥哥之類的 但是事實上 好像就差得遠了 齊作號看上去 根本就不算帥 以齊作號境界 跟童新玉以為的 有些差別 看上去只得真如一層 這樣的境界啊 在童新玉的面前 也都只能夠算是卡里非了 至少童新玉現在 是這樣想的 但是呢 一個這樣的青年 居然有著三個 揚貌不在他之下的美女妻子 這一點又令到童新玉 對齊作號產生了 好怪不爽的感覺 一看就知道 這個人 肯定是個花心大蘿蔔了 童新玉現在的笑容 好鬼營業性 他似乎真的不是 那麼想跟齊作號說話 這個時刻 那些氣氛真是鬼死那麼尷尬 而夜連見葬 連王是點了整桌的菜 好怪 然後呢 才出賢萬刀 齊大哥 你和三位阿嫂 是不是剛剛才到達摩扎之城的 啊 是啊 我們剛剛到這裡 齊作號都不隱瞞了 看了一眼 面上插著 唔矯兩個字的童新玉 嘩 風一轉就說 呃 夜連妹妹 你不用客氣了 我們不打擾你們吃飯 先走一步 日後有空的話 我們再相聚吧 齊大哥 我們一起坐下吃啊 夜連現在 是完全沒有意識到 童新玉的面色的 她早就想請齊作號吃飯的 現在機會來了 齊作號居然想離開啊 嘿 怎麼可以讓你走啊 行了 多謝妹妹好意 我們剛才已經吃過了 你住在哪個地方啊 有空的話 我們再去找你啊 齊作號一邊說 一邊就站起來了 夜連這一頭呢 簡直當場就露出了失望的表情 這樣啊 那好吧 既然你們吃過 那麼好就不勉強了 齊大哥 不如這樣啊 你們過去旁邊的茶樓等我 一會兒我過去找你們 這樣也行 齊作號呢 就給了眼色三個老婆仔 隨即很客氣就說 那你們慢慢吃吧 打擾了 嘩 音樂俠 齊作號一家 就快步離開了大廳 她心想 我們好大都是主角啊 好大都給點面 那個童小姐 很明顯就不喜歡我們坐在那裡 何必還要硬陪她 這一點呢 就連南宮玉碟三人 已經看得一清二楚了 童身玉雖然是沒有明講的 但是她的眼神 她的表情 她的頭髮絲 已經徹底出賣了她 她只不過 是想和夜蓮單獨吃飯 是不想被無關人等打擾的 齊作號埋完單之後 帶著南宮玉碟三人 就去了七太宅莊邊上的茶樓 慢慢吃爹了 既然夜蓮這樣說 她都不搏夜蓮的面子 以毛澤之成的情況 她們就認真需要了解一下 夜蓮 算我直言 你說的天才齊作號 一看就沒什麼了 只不過我看她三個老婆 反而是個個警戒高招 她這個人 是不是吃軟飯的 齊作號四人離開 童身玉毫不客氣 就說出了自己的看法 這樣的人 哪來的資格 可以跟我童身玉 童大小姐 一起吃飯 幸好她 都算是有自知之明 否則的話 簡直就想出言俱趕 童身玉對齊作號的評價 搞到夜蓮真的十分不爽 她現在終於明白 齊作號之所以急於離開 肯定就是感受到 童身玉那種高高在上的態度 現在夜蓮就真的很為難 齊作號是她認的 哎呀哥哥來的 童身玉又是她的拍檔 兼乎龜民 現在兜口兜面 數落童身玉 好像又不是那麼客氣 但是怎麼想都好 現在好像是不應該嘴軟的 想到這裏 夜蓮瞪了同身玉一眼就說 新玉啊 你真是太過分了 齊大哥是甚麼人 我不知道嗎 還說她吃軟飯 虧得你說得出口 好像你剛才那樣的態度 就已經喪失了 結交齊大哥的機會了 真是你一大的損失來的 你知不知道 蛤 結交齊族好 夜蓮大小姐 你是不是犯糊塗 我是甚麼人 我需要結交她 童身玉聽了夜蓮的話 是直接笑出聲來 而且這把聲音的成分 百分之八十是輕滅 除了毛澤之城中 諸多高級園中的滴藝公子 還有誰是有資格 令她主動結交 真是不知道 這個齊族號 被夜蓮下了甚麼藥 你搞得這麼崇拜 看上去不是那麼英俊 你還認真笑得出來 我告訴你 齊大哥是隱異境界的 你看上去是一層 實質上遠遠不止的 而且剛才我還收到消息 齊大哥他一個人 就是琴倉酒 壞滅了整個幽羅宮 這樣的實力 你還說他吃軟飯 唉 童新玉變低齊族號 夜蓮認真不開心 想必他這樣一說 童新玉就會對齊族號有所改觀 是 只不過這個童大小姐 又認真是不走沉長路 聽了夜蓮的話之後 依舊就不止為疑 南亨一句就說 哼 就算齊族號滅了琴倉優勞公 那又怎樣呢 一個小小的低級園中 我都可以 各大州府的主宰世家 低級園中 在童新玉的眼中 認真不算得什麼 夜蓮現在為齊族號變解 這件事 在他體內 只不過是令齊族號 更加顏面無存 撕了些低級園中 這樣的小事 你都好意思拿出來說 聽了童新玉的話 夜蓮再一次就瞪了他一眼 好不褶地說 童大小姐 你又認真好囂張 優勞公的實力 真是超乎你想像 你知不知道 在優勞公裏 真是真元高手 就有五六十個了 而且優勞公裏 還隱藏邪魔段一霸 段一霸 身為神器混魔石 已經達到了超然境界 這樣的實力 你可不可以滅了他 琴倉優勞公 被齊族號一手所滅 這件事早就已經傳開了 夜蓮甚至知道這件事之中 過重的細節 齊族號呢 一個人殺上優勞公 面對超然高手段一霸 是手持神器 面對優勞公的護中大臣 只不過以慶雙為代價 就將整個優勞公 徹底剷滅 這種這樣的實力 用可怕來形容 好像都不夠貼切 夜蓮就知道 齊族號雖然只是真元高手 但是他的實力 就算是毛澤之城的大勢力 也不敢小看半分 可笑童身玉 真是賺錢賺都猛了 居然大言不慘 說他自己也可以滅了優勞公 唉,認真是無知者無畏 你…你說的是真的? 童身玉聽到這裏 面飾才終於改變了 如果夜蓮所言非虛 齊族號就絕對是一個超級天才 當然了,雖然是有點震撼 但是此時此刻,童身玉的心中 對夜蓮的話 仍然不是完全相信的 輕行一句 夜蓮就帶著彼氏 盡望了童身玉一眼 唉,這些還可以假的嗎? 齊大哥同面優勞公的事 各大州府各大勢力都已經知道了 你如果不相信的話 便派人去琴莊州府靜醒一下 好了… 不跟你說完這些了 如果不是的話 靠錢我一會兒都會跟你吵起來 我們趕快吃吧 吃完飯,我還要去找齊大哥 一會兒,你自己回去吧 不用等我了 夜蓮現在真是生氣了 她心中想的是 千萬不要因為童身玉 影響到了她和齊族號的兄妹之情 既然認得一個這樣的喵喵哥哥 這個哥哥就可以靠一輩子了 多好啊! 今集內容就播放到這裡 更多精彩激烈 叫人聽到停下來的劇情還在背後 喜歡精神低的朋友 聽書的同事 記得點讚評論,轉發分享 還有,千萬記得月票支持 第595章 又要買樓了 尋思片刻,童身玉就帶著協議 望了一眼夜蓮 對不起 我都不知道齊族號在你心目中這麼高地位 我錯了 以後我會找機會跟他們道歉 對不起,不要生氣了 現在的童身玉就好像一個做錯事的小蚊仔 夜蓮看上去認真不像開玩笑 也就是說,她真的低估了齊族號 而且說回來也說 你也不應該不顧及夜蓮感受 不給妹妹的 她現在這樣做的確是不對的了 算了,先哄回夜蓮妹妹再說 唉,算了 這次我就原諒你了 誰叫你是我最好的姐妹之一 幫我裝飯吧 夜蓮苦笑一聲 她認真拿童身玉沒辦法 童身玉這份人 對外人來說是比較冷漠的 但是夜蓮知道,童身玉心底是極其鮮良 每個女生都有些小脾氣小性格 童身玉也是人 而且是一個大姨媽來了的女人 所以對齊族號四人態度冷淡 甚至有些不爽,也情有可原 我就知道夜蓮大小姐不會生我的 來吧,夜蓮妹妹,吃飯吧 童身玉現在裝了乖巧 就幫夜蓮裝了一碗飯 夜蓮就自然笑納了 她心中也有些可愛的 哈,你童家大小姐也有服侍人的時候 說真的又說,夜蓮的朋友不是那麼多 真正能夠令她真心以待的 就只有錢光影和童身玉 而因為當年那件事 夜蓮和錢光影的心結雖然已經解開 但是兩個人早就回不到從前了 因此,童身玉已經算是夜蓮現在 唯一可以說真心話的閨密 如果我換成普通朋友 這樣對待我齊哥哥 是,我絕對會和你絕交 不過呢,童身玉也是 你以後再來一次的話 我也不會和你客氣的 半個時辰都 夜蓮和童身玉吃完飯之後 就走出酒莊 夜蓮看了一眼旁邊的茶樓 童大小姐,那你自己回去 我要去找齊大哥 那,我陪你去 定好,我都可以道歉陪罪 童身玉現在,看著夜蓮 態度就認真誠懇 說實話,以她的身份 向齊祖浩道歉,她都有點為難 但是為了夜蓮妹妹著想 唉,為難都要殺的了 嗯,算了 我想齊大哥現在都不想見到你 你都說不要去了,下次先 夜蓮拜拜手就說 齊祖浩之前,之所以帶著三個老婆 離開七太酒莊 就是不想看到她的臉色 童身玉現在,又想見到齊祖浩 想為她陪你道歉 是不是來得快了些 童身玉見狀就沒有堅持了 那行了,以後有很多機會 我先走了,你自己注意安全 放心吧,我又不是小孩子 你和我對毛澤之誠 都想要了解的,快點回去吧 夜蓮這頭,似乎是迫不及待 想趕快見到齊哥哥 童身玉心中一想就說 夜蓮大小姐 很少見你這樣對一個男孩 你是不是都喜歡他 特畫告訴我 你們是不是不僅是兄妹關係 哪有的事 你不要亂說 說完之後,夜蓮這一頭一聽 整個臉都紅了 說完這一句,轉身就走了 她說的是實情 她對齊祖浩認真是認過哎呀哥哥 是沒有一丁點的男女之情 不喜歡就不喜歡,那麼生氣就什麼 童身玉低估一句,搖了搖頭 轉身就走了 茶樓之中,齊祖浩和南宮玉蝶三人 是安靜喝茶 終於,夜蓮的身影 出現在他們的視線之中 只不過這次就沒有一個黑口黑臉的童身玉 站在一邊 所以,齊祖浩四人的神色都是為之一鬆 齊大哥,真是不好意思,你們久等了 夜蓮毫不客氣,就坐在男宮玉蝶的身邊 隨後,她滿懷歇意,就望了齊祖浩四人一眼 齊大哥,三位阿嫂,真是對不起 新玉她就是這樣的人 她的心裡邊藏不到東西 你們不要擺在心裡 我替她向你們道歉 夜蓮心中就清楚了 童身玉性格冷漠,內心不壞 更加重要的是,童身玉本身就是一個直腸直肚的人 全部情緒是不懂得收起來的 更加不懂得偽裝 這樣的人難以接觸 但是熟悉之後,她就會對你百般貼心 這種人就適合做朋友 夜蓮也都希望齊祖浩四人 能夠和童身玉真正成為朋友 唉,那些小事來的,又怎會放在心裡 過去了過去了,夜蓮妹妹,喝茶 齊祖浩一邊笑就一邊說 說實話,當時是有點不高興的 只不過離開了七太袖莊 整個心情就恢復了 區區一個童身玉,大家一面之交 值不值得不開心 而且,只不過是毛澤商會的人 洗不到多久,整個毛澤域肯定都會神伏在我的腳下 童身玉現在看我不起,我以後同樣都看你不起 至於夜蓮說的話,唉,既然妹妹這樣說,就給點面子 現在呢,南光玉碟三人也沒有之前的不愉快 童身玉和他們也沒有呱骨,當是露人就行了 那,謝謝大家 夜蓮很識趣,就不再提新玉了 她也知道,齊祖浩心胸廣闊,是不會計較小事的 至於說和新玉,是否可以和齊祖浩成為朋友呢 可能都只能夠順其自然 阿柳齊大哥,你們剛剛到了毛澤之城,那有沒有地方住 夜蓮現在,突然想到這件事 以齊祖浩四人的身份地位,警戒實力 是千萬不合適去住客棧的 現在這樣看,或者她就可以幫忙齊祖浩他們 找到一個落腳之地 夜蓮也有點無奈 在這個毛澤之城中,除了一些小事 她作為一個小角色 好像又真的幫不到太多 還沒有,不過妹妹不用擔心 一會兒我們就會去買座莊園,直接住下 齊祖浩實話實說,說回來又說 她現在身上還有三個億 買座莊園而已,應該不是問題 如果說,連住的地方都解決不了 都要夜蓮妹妹來操心 我們還有什麼資格在這個毛澤之城運 那… 好吧,如果還有什麼需要的,就儘管叫我吧 夜蓮也很明白,齊祖浩這樣的人肯定就不差錢 還有,南宮玉蝶在這裡 南宮世家的公主又怎會缺了錢財 聽到這裡齊祖浩微微點頭,語氣一縮就說 對了妹妹,你呢,你來了毛澤之城有多久? 都沒有多久的,大概就兩個幾月吧 夜蓮一點都沒有隱瞞 大方鬼忽的歷練結束之後 望月角對神皇谷是發生過戰爭的 那件事平息了之後 他就被家族派到毛澤之城前來斷裂 今集內容就播放到這裡 更多精彩激烈,叫人聽到停下來的劇情還在背後 喜歡精神低的朋友,聽書的同時 記得點讚評論,轉發分享 還有,千萬記得月票支持 第596章,毛澤局勢 兩個幾月? 那夜蓮妹妹,你肯定對毛澤之城很了解 可不可以幫我們說說成中的局勢? 齊了好現在,好嚴肅就問出聲來 夜蓮跟毛澤商會的人接觸 想必她對毛澤之城了解是比較深的 聽到這裡,夜蓮就呵呵一笑 當然可以了,我肯定是知目不言,言目不盡 齊大哥,你還需要跟我客氣嗎? 輕輕吻了一口靈茶,夜蓮就開始解釋了 齊大哥,毛澤之城一共有三十幾個低級圓鐘 高級圓鐘就總共有七個 以七大高級圓鐘之中 就以司徒世家和洪峰神山的實力最強 另外,那五大高級圓鐘就分別是八刀門 雙子鐘,羅浮宮,幽疾山莊,還有虎蟬子 當然啦,虎蟬子是佛門勢力,虎蟬子的新人一心苦收佛法 向來都不參與到毛澤之城的爭鬥 而毛澤之城就有著七大高手,他們都是超然境界 虎蟬子的法武方丈就是其中之一 夜蓮現在是一卵嘴在這裏解釋,毫無停頓的 齊大哥,毛澤之城的七大高手 全部都是一中一邊數一數二的人物 另外,那六個人分別就是八刀門的門主帝霸 雙子鐘的宗主周元台,羅浮宮公主林東峰 幽疾山莊的莊主劉俊山,洪科神山的主人薪桃雄 還有,司徒世家的家主司徒育律 你以後要小心他們了 夜蓮心中清楚了,以齊作好的實力 毛澤之城能夠對他造成威脅的就只有這七個高手 只要你不主動得罪他們 這七大高手,上邊都不想主動招惹這個齊作號 啊,毛澤之城,這麼多高級員鐘?有意思 齊作號表情形重,點了點頭 夜蓮的話,他就記在心中 七大高手全部都是超然境界 單打獨鬥,雖然有自信對付 但是如果七個一起上,可能都比較麻煩 當然,話是說七大勢力,七大高手 實質上只得六個 因為虎蟬子是佛門中人 一般情況之下,是不參加世俗之爭的 他扮演的角色,和大方千星棍的萬佛子應該差不多 齊作號此時就在想 要幫青鲁報仇,就必須先在毛澤之城站穩腳跟 而他們呢,想站穩腳跟,就必須拉攏一方 或者多方的勢力作為依靠 夜蓮妹妹,據你所知,六大勢力之中 哪個中門的明星比較好? 齊作號就繼續問 想要在毛澤之城站穩腳跟,拉攏一些大勢力是必要的 多一個朋友,少一個敵人 但是誰才是最優選擇呢? 聽到這裏,夜蓮也陷入了沉思 其實呢,他對毛澤之城的大勢力就不太了解 他說過些,是他認識人,人不認識他 片刻之後,他很嚴肅就說 對明星的話,司徒世家和雙子中就不錯了 其餘那四大勢力,全部都是奸詐之輩 我甚至還聽說過,司徒世家和雙子中是聯盟 而百刀門和洪峰神山這些中門,也有聯手的吹石 司徒世家,雙子中? 嗯,齊作號是暗暗記下了兩個勢力的名字 既然要拉老盟友,要拉也拉些正派勢力 唯非續打的勢力一定是打壓的對象 至於說,各大勢力之間的爭鬥、聯盟 這些東西,齊作號根本就不在意 每個地方都有不同勢力的 不同的勢力之間,為了自身利益互相爭鬥 和其他勢力結成聯盟,這些都很正常 只要這些聯盟,不要輕易招惹我 那其他東西,我也免得跟你們爭 當然,如果這些勢力是青鑼的敵人 那就另當別論 齊大哥,就在幾日前 陰墓森林的上空七星會聚,天象二變 據說,在天地靈寶就天黑症現世了 現在諸多的大勢力都準備要去那裡 找就天黑症,那你們去不去? 夜蓮好像突然間醒起這件事 就天黑症未成熟之前,只不過是天才地寶 一旦成熟,他就會退變成天地靈寶 就天黑症可以釋放令武者沉睡的怪異氣體 甚至可以當成神器利用 可以說堅不何吹,擁有無窮威力 而他的出現,勢必就會引發 毛澤之城諸多大勢力的揭力爭奪 所以不用說了,這場星風血雨已經在那裡醞釀著了 即是這麼說的話,我沒理由不去 就天黑症這樣的寶貝,我當然有興趣 等安頓下來,我就去陰墓森林走一趟 齊了好現在,語氣嚴肅回答一句 天地靈寶不多見,擁有鬼異莫測的能力 且能夠當成神器利用的天地靈寶,更加是少之極少 齊了好,根本就沒理由錯過了 正好,趁著這個機會去陰墓森林的時候 可以見識一下諸多大勢力的天才高手 然後再見機行事 或者趁著這個機會,拉攏一方大勢力 站穩腳跟,再想辦法幫青露報仇 這樣好像是好招 夜年聽了之後,列嘴一笑 那真的太好了,齊大哥 我都打算去陰墓森林尋找就天黑症 那我們一起吧 夜年真的很開心,能夠和齊了好同行 她的安全就多了幾分保障 她也知道,現在各大勢力都釘上了陰墓森林 大家都想搶這個就天黑症 這場鬥爭絕對是血腥而且激烈 而且這一場強者如雲的爭鬥 如果沒有齊濟浩的加入,她根本就不敢攝足 夜年都在想,陰墓森林 成產藥材礦石,甚至天才地堡 被各大勢力封鎖了十幾年 其中寶物肯定不少了 即便不是就天黑症 得到一兩件天才地堡,也都很幸運 當然可以了,夜年妹妹 你本身是打算幾時動身的 到時候我們一起出發吧 齊濟浩想都沒想,直接就答應了 夜年的實力認真不差 大家一起去陰墓森林,也有多個照應 畢竟齊濟浩等人和夜年都是初步闖蕩毛澤之成 他們在城中也沒有那麼多朋友 現在大家團結一齊,才有實力 跟各大勢力鬥爭 這件事就不急著了 據說就天黑症在出生之後 陰墓森林就被些古怪的武器籠罩著 白天更好,一到夜馬黑 入了陰墓森林的舞者 就會被些武器所控制,陷入沉睡了 而在陰墓森林中的獸淚 是不會受到武器的影響的 所以,這個時候進去很危險的 等多幾天了,武器淡了,我們再進去吧 夜年擺擺手就連連解釋 是的,就天黑症出生已經有好幾天了 但是,各大勢力現在還未派出高手 就是因為這個黑症釋放的武器太過濃郁,太過詭異了 大家都不敢擅自闖入 連大勢力都如此,那些明不見經傳的散修就更加不用說了 所以,這次齊濟浩出發,說不定還可以搶回先機 這集內容就播放到這裏 更多精彩激烈,叫人聽到停下來的劇情還在背後 喜歡天神帝的老友,聽書的同時 記得點讚評論,轉發分享 還有,千萬記得月票支持 第597章 一億五千萬? 要知道,被就天黑症散發的武器控制是會失去戰鬥力的 那個時刻就等同於一個暈死過去的犯人 齊濟浩聽到這個消息,神情認中就點了點頭 說真的那句,他也算是查閱有關就天黑症的記載 就天黑症是由天才地堡就天黑石蜕變而來 這種石頭之中是穩陷著無窮的特殊氣體 這些氣體就叫做就天黑霧 在日間,就天黑霧好像無屬性物質 肉眼和零色都沒有辦法發現 更加是影響不到武者 只不過呢,這種武器一旦到了晚刻 他就會顯現而出 而武者一旦跟這個就天黑霧接觸 就會被他催眠,陷入一種無意識的沉睡 只有等到第二天的凌晨,等個就天黑霧引液起來之後 受它影響的武者才有機會再次醒來 可以說,就天黑症就是一種極其可怕,極其厲害的寶貝 他的材質是堅硬程度不在神器之下 再加上他還可以釋放這種又詭異又強大的就天黑霧 就天黑霧,於是乎就升級成為了 武者會以死相憎的天地靈寶 那就是這樣 齊大哥,你們先和我地方住 我就住在東城雙精園 有沒有森林可以進去的時候 你們一定可以收到消息 到時候你們來雙精園找我 我們再一起去陰墓森林撞口運 講完這一句,夜蓮起身告辭 既然都決定了,要去陰墓森林歷練尋寶 他都覺得自己應該真是好好準備一番 而雙精園呢,是童家的府邸,非常之出名 齊大哥他們只要守家打聽,一定可以找到 雙精園啊 齊就好念了一句 隨即起身,對夜蓮妹妹抱拳就說到了 夜蓮妹妹,我記住的了 就這樣決定,再次告辭 齊作號心中明白的,雙精園 估計就是同身了家 說實話,她真的不太想去 只不過,也有點無奈 夜蓮妹妹住在那裡 到時候不想去,好像也要去 夜蓮告辭離開,齊作號四天也沒有了喝茶的興知 現在四個人埋完單,走出了茶樓 寬闊的街道之上,是人來人往 不知道為什麼呢 這次齊作號居然是覺得有些迷惘 不知道何去何從 青鑼,你原本就是毛澤之城的人 你知不知道我們應該去哪裡才可以購買莊園 齊作號就知道,讀青鑼雖然很久之前就已經離開了毛澤之城 但是,你在我們幾個之中,始終是再熟悉毛澤之城的人 總是有些記憶沒有消失吧 尋思片刻,讀青鑼就回答 俗號,這年就住在東城,那我們也去東城 剛好,我的鐘門天音山就是東城那邊 我也想看看,鐘門現在還在不在 嗯,那行,我們就去東城 齊作號點了點頭,現在終於來到毛澤城 他也想好好了解一下,讀青鑼的師門天音山 到底是怎樣被滅的 那些詳細細節一定要聽真點 不要說到時候遇到仇人,居然都不認識 那毛澤之城面積就認真了闊 齊作號一行人,乘坐過馬車 整整洗了幾日時間,才抵達過東城 而東城的犯法,簡直就不在西城之下 兩大高級園鐘,雙子鐘和霸刀門就是這個東城 下了馬車,讀青鑼根據幼年的記憶 就找到了天音山 可惜的是,再次看到的天音山已經是一片廢墟 那些建築是殘破不堪,荒涼慘淡 可見當年的一戰是多麼慘烈才行 師父,徒兒回來了 天音山下,讀青鑼直接跪倒在地 當年天音山被滅,天音山的人幾乎全部死盡 包括他的師父,甚至他師父是連屍骨都沒有留下 搞到現在,想祭拜師父也沒有辦法 青鑼現在,淚流滿面是蓄境相情 眼前的場景是勾起了他心中痛苦的記憶 他這一生真是極其悲慘 是天音山給了他第二生命 天音山就是他的家 可惜的是,因屍生死,家破人亡 他很多時候都會想,真是希望當初 已經和師父一起死去 這樣的話,就不需要經歷這麼多的痛苦 青鑼,你不要傷心 天音山被滅,你師父也已經生死 這個是沒有辦法改變的 現在最重要的事,就是振作起來 為天音山討回公道 齊座號過去,是將毒青鑼扶起來 看到自己的女人傷心難過 他現在的心情認真不好受 在這一刻,他暗暗發誓 是一定要令到這個滅了天音山的人 付出十倍的代價 這個呢 他會讓你來自然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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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讓你去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